台南卫生局贴上封条 一旁还都会放着大量空瓶 游泳超过70年历史的庄春仁 生计制药公司涉嫌制造胃药 违规产品通通遭到查封 这个必要是602401 所以都需要下架 总共有12瓶 那就在厂商还没有回收以前 就下架不可以放送 台南卫生局紧急联系小业者 回收药品 高雄卫生局火速赶往药局 要求店家下架 避免更多消费者将问题药品吃下肚 卫福部中医药司也公布问题产品清单 会这么大动作出 致是因为药物的生产过程大有问题 GMP药厂就是要在药厂里面做 做药一定要在药厂里面做 它包给食品厂来做 所以完全不符合药室的规格 位于台南的庄春仁生计公司 专门制作传统中药 但却将致成委托给非GMP核准的食品厂 一共生产了人参固全丸紫芸膏等 12种常见的中药成药 而这些非法药物最后通通流向药局或中药行贩售 那未经过核准就擅自制造的药品属于蚊药 那医药司法规定制造蚊药者得处 10年以下有期徒刑 每病科1亿元以下的罚金的刑则 不只制造胃药会被罚 扮明知是胃药去贩卖的人 也会被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病科5千万元以下罚金 卫生局也提醒民众 如果购买该批好的问题药品 千万不要再服用 以免保养不成还伤得健康 继续文谢嘉宁的一切还宣传报道